哈嘍,大家好,欢迎回来到Minecraft生存系列的第三季 这一季呢,我是要来做那个农场啦 就因为现在食物很短缺啦,就食物很少 就只有鱼啦,鱼跟肉啦,然后 不见又没有什么动物,就有的动物都给我杀完了 所以,所以我就 就要做一个农场啦,算农场吧 稻田啦,后后下一季呢,我是要来做那个养动物 我就要开始养动物啦,就慢慢给他们繁殖啦 那些啦,后你们会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 有个软石跟一个火把插着,因为,你看啊 就在这边我发现有两个矿车的身影 所以我就从这里往下挖,然后挖挖挖挖 我就看到一个洞,一个洞去了,然后又听到很多声声 所以我不是很赶进去,所以我就先电上来 我们先做一个记号灯有装备了,过后我们才去 那个,废弃框架,啊,废弃框架 对不对 然后,上一集你们记得是很乱的嘛 我就争议了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就拿下栅栏 一些墨,一把万一了 所以我就开始要做那个龙塔 我会进来做,出头 哦,还有,因为,现在我的,石头很短 也是很少啦,所以我是要跟我们讲做一个叫,无线石头的东西 然后我就拿出了这个漏斗 这样呢,难度我收那个石头,就无约打打打,不用自己收 就漏斗把我收吧 所以就把那个东西箭在这里 首先你就要挖挖挖挖四个 挖完後就一個挖蝦 挖一個蝦 我真的很怕遇到 然後另外一個就挖蝦 然後這個的話 我要拿箱子 我們拿了箱子回來 應該是一個箱子就夠了 然後我就往下挖 然後 就放了箱子 然後放漏斗 漏斗就是要 面向它的 然後就這裡放一個手 給它往下流 然後這裡就放 它就會有石頭 所以你就一直掛機 就在這邊挖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大概這樣講 無限石頭 無限鵝卵石的 一個方法 現在進正題 就是來做 我們的 能插進去 所以要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咯 我忘記做那個 柵欄門 我先去做一個柵欄門再回來 我們就做了那個柵欄門 所以先上一個柵欄門 然後 我還有教你們一個東西 就是 無限水源 無限水源呢 就是 你拿 兩棟水 哦 要晚上 我們 第二天再見 第二天早上了 然後 就 剛才我講的無限水源 就是 這樣子 你挖了四個 就是二乘二的一個洞 你這個角度放水 然後 這個角度放水 就無限水源 你就要 這樣拿 那個水源就夠了 OK 所以農場呢 就 農場一定要有水 我先去拿一個 挖 鏟子 OK 我弄了兩個鏟子過來 然後 首先呢 就是 挖一個洞 對 就一個比較小的那個 中菜的 所以 就 這樣啊 放水 把這裡的水填滿水 我覺得 剛剛我做這個 無限水源 有點狼狽 因為 都可以從這裡自己拿 拿水 然後 然後 先用鋤頭 先用鋤頭 所以我想做一個 無限 自動化農場 不是無限 自動化農場 然後我先去拿我的種子 拿完種子回來 就 就放那些種子 沒有 因為 我要做這個農場 然後 你不能跳上去 跳上去 好像不會變成 普通的那個 普通的 泥土 所以 跳上去就要送進來 所以 所以就 因為我要農場是因為 一我不夠 死我 二是 已經那些動物過來啊 你需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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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小賣了 所以 所以就是要 做一個農場啊 我想要在 中間做一個 火把 就 等下我這個農場這邊生怪 等下晚上啊 如果 就因為亮度不夠的話 就一定會生怪 所以 然後就 兜這三個石頭 然後就在這裡插火把 所以 我的話我會擦完四面 就 防止他 會 生怪 就這樣啊 這已經沒有 沒有到很長啦 就因為 只是 只是做農場而已 就沒有什麼能拍啊 就 這樣啊 一個農場在後面 一個不深好看的農場 好啦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 喜歡的影片 可以放在下按個喜歡 可以 分享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 下一支再 這一支是一個 非便 就真的是一個 非便 好啦 我們 下一支 再見 掰掰